乳癌在去年超越了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 那么英国发明了一款能够自我检测乳癌的装置 让女性可以在家自行检查 并且透过手机APP追踪任何异常 及早投入治疗 印度血清研究所则开发出了首支国产的子宫颈癌疫苗 目标是在两年之内生产两亿剂供应全球的女性 而美国正在进行的是AI人工智慧 辅助女性分娩的研究 期盼能够帮助找出对母体跟开儿都最好的生产方式 并且降低并发症的风险 大约手掌一半大小的小型装置 搭配手机应用程式使用 这而让女性简易的在家自我检测乳房健康 透过深波进行扫描完成后马上收到即时报告 自动和上次的结果进行分析 及早侦测出乳房组织的异常变化 这是由两名刚从伦敦帝国学院和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 共同研发 动机是对市面上缺乏类似装置感到惊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乳癌在去年取代肺癌成为最常见的疾病 全球每年的新增病例占将近12% 在英国每年平均就新增约5万5千名乳癌病患 这款可惜是居家检测的乳癌装置 让他们获得了今年英国戴森设计大奖 将拿到5千英镑的奖金 计划在未来进行临床试验 并且扩大应用在其他疾病防治上 而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 在女性疾病的防治上也有重大进展 宣布开发出国内首支子宫颈癌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子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四大常见的癌症 每年夺走约30万女性的性命 等于每两分钟就有一人死于子宫颈癌 其中大多数个案都是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预防资源分配不均 印度血清研究所表示 这款疫苗能够对抗四种HPV病毒 每季价格落在2.51到5.03美元之间 目标是在两年内生产两亿剂疫苗 供应全球女性 另外在美国正在进行一项 把人工智慧引入产房的新研究 透过演算法让分娩过程更安全 这项研究被刊登在 Plus One医学期刊上 对超过700次临床分娩数据进行分析 目的是在未来透过人工智慧 协助医生判断 究竟自安产或是破腹生产 对母体和胎儿来说风险更低 并且大幅降低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目前这项研究只在早期阶段 但AI科技跨进医疗领域 协助临床决策 预防医学已成未来趋势 TVB的新闻总和报导